經濟政策毫無疑問將是總統大選的焦點議題 而六大工商團體在今明兩天舉行論壇 跟未來的國家領導人對談 第一場邀請的是國民黨的馬吳佩 馬英九總統在這個場合大談他的施政表現 強調國民黨對經濟比民進黨在行 希望大家再給他四年把國家交給他 他一定會做出成績來 全天倒數八週六大工商團體舉辦台灣經濟發展論壇 與未來國家領導人對談 首先邀請國民黨的政府總統參選人馬吳佩 馬總統會中暢談產業發展政策 並再度強調台灣未來十年要以加入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為目標 之所以定這樣的提成就是必須循序漸進 做好國內市場開放準備 TPP你要加入的話 幾乎所有的關稅都要在短期內變成零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我很坦白的說我們還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們放到黃金十年裡面 不是說過幾年就要做到 但這個中間就需要去努力創造條件 不過工商業界表示 目前政府區經濟整合的腳步還是太慢 尤其美韓的FTA將對台灣的產業 造成超過五千億台幣的衝擊 面對這些經濟的問題 馬總統強調不願見到台灣在原地踏步 更向台下的工商業界喊話 希望再給四年時間拚經濟 我要率領這個國家往前走 不能停下來不能回頭不能原地踏步 否則台灣在全球經濟的 這個驚濤駭浪當中不可能生存 我們不能夠再重蹈覆測 因此在這地方特別向各位保證 如果未來四年一把國家交給我 我把成績交給你看 謝謝大家 馬總統強調自己上任以來 雖然才三年半 但是各項經濟表現的數據 都比民進黨執政時期來得亮眼 證明馬政府團隊搞經濟比在野黨型 打出經濟牌爭取工商業界的支持 記者吳家寶台北報導